配合衛福部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 花莲市的花岗山细沙池暂停开放进行改善等工作 市长魏嘉燕特别前往线刊 他表示为了维护儿童的游戏安全 细沙池将在完成改善之后 要符合安全规范才会对外开放 造成不变请民众见谅 花莲市花岗山细沙池是许多家长 可以一边喝下午茶一边遛小孩的好地方 但为了配合衛福部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 花岗山细沙池从1月16号开始已经暂停开放 正在进行改善等相关工作 今天也收到卫福部的一个公文 就是他们要准备检讨全国的所有的 一个儿童的安全的一个场域 那今天我们花岗山细沙池有请检验公司来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一些检讨 那可能在1月16号我们会暂时的先封一下园区 那等到有一些不管是间距 或者是一些无障碍的一些法规面的部分 那我们待会我们检讨完 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做一些改善 那也顺便会把我们细沙池公园的 包括油漆啊等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一并来做改善 外联市长为家宴日前 在建设客长徐国成的陪同下特别前往线刊 并由委托检验的厂商进行简报说明 讲解在游戏场中未符合标准的项目 及建议改善的方式 市长为家宴表示 虽然园区内的邮聚能充分提供孩子攀爬运动游玩 但考量到不符合安全规范 施工所会净快筹编相关经费改善 把园区里所有该调整不符合法规 及已经老化带改善的部分都一并改善 如有造成不变请民众多多见谅 记者许立琴 华联市报道